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 11号下午4点结束 当晚出炉的计票结果显示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 赖清德 当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 得票817万余张 得票率为57.1% 另两座候选人中 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 张善政 得票552万余张 得票率为38.6% 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 余香 得票60万余张 得票率为4.3% 同时举行的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结果 也于当晚揭晓 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总共113个席子中 民进党获得61席 国民党获得38席 台湾民众党获得5席 时代力量获得3席 台湾激进获得1席 五党籍及魏京政党推荐者 获得5席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获得4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